投资的名单曝光 应该在厨房吧 妈 老婆未来的样子 看丈母娘就知道 逗区的广告 房仲公司主打虚拟看房 通过AR扩增实境 把不存在家具结合房屋实境 而技术母公司 就是台湾数位宅庄 也被阿里巴巴看上 投资200万美元 实现马云投资承诺 如何把台湾的产品 农产品 工业 各种各样的创意性产品 制造性产品 台湾的服务 通过阿里巴巴系 卖到大陆 卖到全世界 就连VR虚拟实境 看房也能用 数位宅庄的技术 让马云甘心 掏钱投资 手机连接血糖机 把身体数据上传云端 知慧康科技 获得阿里300万美金 开发的APP 主攻糖尿病患 线上医疗的照护 符合阿里 未来布局 互联网真正上用就20年 未来30年 大数据 云计算 整个的变革 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从数位宅庄 VR AR技术 到惠康科技 医疗照护 公司小额美 是两家共通店 投资新创 压保未来 这三大领域技术 成为阿里巴巴 未来引擎 三大新闻 余城胡凯中 台北上报道 阿里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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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谢谢大家